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个伪造文书六个月可以一颗罚金 另外这一个确占国土就是他们没有要敬灰敬草 他们在入口那里去账国土的事情会有罪 他说要立资金 所以这判斥也很差 人工如果账国议会 你如果走去国议会财政局说要立资金 应该就没问题 好 我们先回来看助理费案 那这个袁宽很当然用大水库理论讲这个助理费案 他说我一年 我们给他们加 对不对 一年开的助理会 那么多 我们的造力 那么多 你立法人给我们的助理会怎么搞 就没搞 所以我不可能扎领助理会 可是今天法官在这个判决的这个主文里头就提到了 他说因为领回来之后有另外一个小账本 这个小账本就是他的助理叫做什么 叫做林靖甫 林靖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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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要做你的钱他带收一百 领宽要用钱他直接带付出去 就这样 所以他的助理也被 因为这条 七年六个月 都七年起跳 领宽人七年十个月 他想说 领宽人当时要去用力去关 因为他这一审而已 后面还有二审 还有二审 那这个判决出来 当然会引起台中政坛的震撼 为什么想要问的就是 台中不是什么F35 什么罗廷伟 廖伟祥 黄建豪 罗廷伟 廖伟祥 黄建豪 再加一个子 蔡比武 来你们四位 来 讲一下 讲一下 颜宽衡被判刑 贪污被判刑 你们三个年轻的立委 加民众党的蔡比武 来 讲一下 台中你们四个人 讲一下 江和树 江和树 民众党的志愿 江和树 你等级和飘在他们家座上 江和树 你也讲一下 看你们大人的判刑 这条 去弓盘 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看是司法迫害 什么 讲一下 讲一下 不要闪躲 叫做贪污 贪走力的钱 郎东 这个案子今天早上 大家都在等嘛 10点钟嘛 10点钟 法庭宣判 刚刚10点半出来开记者会嘛 大概内容是这样 来 郎东 你对这个案子 你的这个案情 或者是最后这个判决 你有什么看完 对啦 人心大快啦 颜冠恒呢 他之前也告我毁谤他 哎呦 你被颜冠恒告过 对 我当然被他告过 我之前揭露他这么多这些事情 所以也跟这个案子有关了 没有直接有关 没有直接有关 对 因为他案子太多了 带头带头 但他告我的也都不起诉了 那他自己现在就 这个被判刑了嘛 就表示说呢 确实问题非常大 那这个三个案子里面的话 案情稍微比较轻微 就无罪这个部分 就所谓却占国有地 但是他本人无罪不代表说 他的这个兄弟就是无罪 那可能就是法官认为 是其他人负责在窃战的 那跟他本人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就无罪嘛 那贾买卖呢 就是说他跟一个看起来 非常信任 非常信任的一个设计师 然后他就借钱给这个设计师 让这个设计师 就这一段啊 这一段 这对张啊 张设计师 颜官兰担任立委期间 利用人头临近乎诈领之后 另外他在杀戮豪宅 却占国有土地 等等等等 好 颜和妻子陈立伶建设公司 附责人曾经有合谋 把一四五一五万 借给 借喔 借 借 借给他 再由他买 制造假买卖 然后变这个所有权人变张女 所以呢 颜及陈立伶 这个林静福 张信设计师 共同被起诉 但是他们都说无罪 就被判六个月嘛 所以这一条被判六个月嘛 对啦 对啦 就表示说法官有去调查说 那个豪宅里面 还是颜家实际在运用 所以这个没有真的买卖 当然最严重的是说 这个108万的诈领助理费 对啦 因为呢林静福呢 从2018年到2020年期间 这两年内的这个助理费 108万 他事实上是进了一家公司 建设公司的这个互同里面 混冲在一起 好像应该是哲序吧 是不是 这有一家建设公司 那应该是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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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院里营造公司呢 里面有一些支出去包含买什么 莎莎拉蒂啊 还有一些颜宽可能这些杂志啊 等等的都算在里面 那所以说呢 就被法官现在就是以 炸领助理费 淌务之罪条序里面去判他 七年十个月 那这意思是有几个意思啊 第一个 108万这个金额 其实说实在也不是一个千价 不是非常大的金额 高宏安案子四十几万 他这个案子是108万 算是同中院的5万就抓去关了 对对对 所以说呢这个 如果员官跟他说 哦这别的地方有开销很多 还是用在公务上 法官不接受 因为这个钱不是直接由林静福本人去用 如果是直接进林静福的户头 林静福把他用完 花完那完全就合法 可是这个钱不是他户头 是直接跑去这个院里营造之后 现在法官 这个不行 这个就是诈领助理费 那有期循庆七年之后呢 因为呢这目前来讲的话 立委一审有罪 是不会直接停职的 要到三审定业 那一般来说 这个案子要打到三审 可能要5年 甚至7年 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没有办法说呢 直接透过这个法律去 把他停职 要官司要打比较久 可是对于严家 跟整个台中 他会有点连锁的这个效应 例如说现在很多国民党的跳扬小丑 就不敢讲话 昨天就有一个桃源的小丑 说我们川哥过去在台中也穿什么红背心 他今天敢不敢讲这个 他不敢讲吧 所以这连我也要扯进来就对了 对啊 这个 国民党有一些不分区的议员 就全台湾都喜欢管的一些人 然后就打一些小事情 鸡毛蒜皮的事情 然后随便讲 然后周文灿的事情也说 这个是什么罪行 滔天还干嘛讲很笃定 袁冠文现在是已经被判刑了 被判刑了 按照国民党的这个道德标准 我们都不只是起诉而已哦 这是直接判七年十个月 你看国民党那些人会不会出来讲话 也不敢讲 因为他们知道说 颜家在地方是财雄市长 还有那个妈妈市长如秀燕 出来讲一下 出来讲一下 这就发生在你们台中 是你们这个国民党的好朋友 颜宽衡 他们发生了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人朱立伦 选举的时候 朱立伦不是跟颜宽衡 拍了一个竞选影片 在那个小波块 有没有 听海枯的声音 有没有 就那个小波块上面掰 朱立伦你要出来讲一下 也要出来讲一下 但是现在问题是这样 他虽然被 被今天宣判了嘛 但是有罪还能继续当立委 这个 南东他为什么有罪 还不知道去关 还可以当立委 因为现在法律上面 勿网勿众 还没有到三省定宴 这个时候 要到定宴之后的话才会 当然以后是不是可以修法 就连立委一生有罪也先停止 但是他是被 齿斗公权三年 就开始执行以后三年 对就是你要先定宴之后 才有办法 那我们有一位是被关了以后 没有齿斗公权的叫做傅昆吉 对 所以他被关还是立委 这个就很猛了 但是对于严家来讲 他现在遇到问题是说 他可能下一届不敢再派严寬恆 要是严寬恆做一做 把三省定宴了 他就直接被解职了 所以说可能就是由他妹妹 严敏出征 因为他在地方也经营很久了这样 那只是说如果他们内部又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重男轻女 就是应该派另外一个弟弟出来等等 那可能严家在交班上面 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他们地方势力还是蛮强的 只是说严寬恆本人可能就不会成为严家的门面 反正他们严家的兄弟姐妹很多嘛 可能就换一个人出来抵替他 OK 所以这一个严寬恆的案子 现在就确定一审判决 有罪 但是大家好像也不是很关心严寬恆 因为大家都在关心高宏安 关心高宏安 高宏安的案子在我们这个录影的当下 马上就要宣判了 等一下我们就来看高宏安的案子 高宏安就在刚刚稍早已经被台北地方法院以贪污罪啊 一审判刑7年4个月 属于贪污重罪 更早 严寬恆是7年10个月 高宏安是7年4个月 其他的助理 高宏安的助理 因为高宏安是助理会办嘛 诈领助理会办46万嘛 用那个什么 公积金的那个逻辑嘛 其他的助理被判的刑度都不等 都不等 但是全部都被判缓刑 全部都被判缓刑 显然要嘛就是他们因为是出犯 要嘛他们是认罪 要嘛是认罪 这里头比较特别的是王玉文 王玉文 王玉文我看一下 王玉文是 王玉文是贪污两年缓刑 义务劳动240个小时 然后这个王玉文就所谓的小兔 小兔是贪污两年缓刑 义务劳动240个小时 然后这个陈焕宇也是主任一年 判一年缓刑三年 那陈玉凯是无罪 陈玉凯是无罪 所以各位没有发现 这些助理最后全部押回高王安 不然他们不会被缓刑 不会这个判了然后被缓刑 就说他们也犯了这个罪 但是因为应该是认罪 认罪 那高王安这一把逃不掉7年4个月 照我们这个内政部的规定 可能最快应该是今天或者是礼拜一 这个内政部的这个解职 应该就会送到新竹市政府 从此开始 新竹市长就不是高宏安 可是高宏安要不要进土城 还没 这个要二审 二审然后最后也会要三审 所以高宏安接下来就好好的面对他的官司 温暖东这个高宏安的案子 我们一起在电视台 这个弄了一两年有啦 那不管那个什么仗册啦 什么什么 双眼皮贴啦什么什么 当时我们就觉得太夸张了嘛 结果高宏安都不认罪嘛 温暖东你对这个判决你有什么看法 对啊大家看到我跟参哥嘴角 按耐不住的效益 就知道是说 有吗看得出来吗 司法是相公正 对我们完全没有事先得知这个结果 甚至这两天的时候心中有点忐忑不安 因为有一些法界人士也觉得说 这个案子有一点变数 因为高宏安实际上是四十几万里面呢 真正拿到失用的金额就不多 那所以有可能是没有判到贪污罪 或者只有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等 结果现在一出来哇七年四个月 大家都是举国欢腾正义终于实现 都一回来了 所谓的新竹大秘宝 果然就在高宏安跟小柱主任的账本里面 那这个案子一出来之后 其实还蛮明确的就是说 因为他的几个助理包含这个小柱主任 几乎都被判刑 那但是主要都是缓刑 那他们就是认罪了嘛 主要是犯后态度良好 犯后态度良好 对那犯后态度最不良好的 就是这一位匪陶匪 那匪陶匪的话呢 现在呢确实是 因为就有可能就要被抓去关 但是因为还要等到三审定宴 但是现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七年以上呢 是贪污是罪侨率里面的 一审有罪就停职了 所以说邱承远准备要上场投球了 那与此同时的政治影响就是说 因为邱承远他还是高宏安指派了这个人嘛 那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的话 近期内会有非常多逼宫的举动 叫高宏安赶快主动辞职 然后他辞职之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补选 可是柯文哲乱逼宫 逼到最后金华城被起诉怎么办 那就是柯文哲他自己的困扰 至少要有黄国昌 对黄国昌 黄国昌可以来顶替高宏安 如果他辞职的话 听说 听说有这种可能 对对因为如果黄国昌跑去新竹的话 那这样新北就可能变成一对一嘛 那这样子对国民党来讲就大赚 因为柯文哲目前有可能要去跟国民党 甚至独秀燕求和 就是说他2028就不选 2026先给你一些甜头 就是用新竹换新北 我说我们线上 线上1186人 怕死人 你是都没在上班 还是你都停止上班上课 整个都跑来网路上面了 赶快通知隔壁的同事 赶快赶快 我回到正经来讲 如果说这个蓝白要合作 想要让黄国昌去选新竹的话 前提还是高宏安必须主动辞职 可是高宏安他是坚持到最后一刻 被判刑了还是不认罪 那所以我不认为说他会主动请辞 高宏安主动请辞 机率应该是不高 所以会有 你知道他请辞跟没请辞的差别吗 差别那他请辞会普选啊 不是啦 他如果没请辞 他现在是不是被停职 对啊会被停职 还有薪水 啊半薪 半薪 你觉得他会放弃吗 不会 所以从这一点判断他不会辞职 文朗东 有道理 他连办公室的化妆盒都要新竹市政府买单 还要洗头发啊 对啊 所以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他不会 因为他要领薪水 他在乎的是这个 而且他又可以赌一把 会不会二省的时候改判他无罪 他御师可能跟他说再试试看 对对对 因为其实高宏安 他跟民众党没什么关系 可以这样讲 现在没有了 所以也没有说 他什么对不起民众党 所以他赶快离开 也不是这个事情 他现在主要也是跟一些建商 跟财产走得比较近 民众党跟他关系比较远 但是现在建商应该也不理他了 他还是得要继续让代理市长完成 他原本的一些规划 原本的规划 不然他也没办法跟他的一些支持者 或是清楚交代 还是支持者交代 所以我觉得他辞职的几率 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民众党那边 势必会有个内乱 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修改条例 一省有罪 要不要给他停权或是开除 都不一定要再开会 吴朗东你知道我们现在啊 现在十一点二十分嘛 全台湾首先开始讨论这里的政论节目 就是本节目啦 其他的政论节目都是什么一点啊 才开始的啦 什么九四要各是十二点半 逼方咖啡 我跟吴朗东十一点十分 马上这个直播 所以线上人数一五三四 赶快全部都来十二点半 再去那个别的电视台 然后呢我们就在问说 这个出来之后啊 黄国昌啦 柯文哲啦 陈志涵啦 施淑婷好不好 那婷婷啦 婷婷啦 那几个 总要出来讲个话嘛 对不对 国民党的总要出来讲个话嘛 我就看今天的政论节目 那些国民党跟民众党的 怎么继续笑啊 再笑啊 今天黄国昌 館长 館长来 館长你要开直播 館长 館长今天晚上你直播 我一定会上线 我要看你館长今天怎么讲 啊那个什么 KPTV是不是 KPTV 民众之声 民众之声 中午是不是都有直播 来来来讲一下讲一下 高文安的事情 我跟你说啦 这个判七年多 大家都觉得是正确的啦 虽然我跟你讲喔 对我们民进党 或温朗东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司法 我们都没办法影响 在我们这个直播的现场 当时每个人都在等 对啊对啊 因为没有人知道答案 真的没有人知道答案 连我们这个小编啊 为什么我们那个直播连结这么晚贴 因为小编说不知道下什么标 然后直到确定了 确定了判七年四个月 就赶快用下去去 立刻直播 立刻直播 我们线上人数 今天一定会破2000了 今天一定会破2000了 温朗东 你觉得邱承远呢 现在你觉得邱承远的态度会是什么 邱承远的态度 当然就是心里面很开心嘛 终于有机会给我上舞台 因为他副市长如果做不错的话 对于他的政治资产来讲 那我问你喔 谁可以叫邱承远滚 高宏安能不能叫滚 他不行啊 他已经被停止了 对啊 这个我还没研究过这个问题 对啊 邱承远可不可以调动新竹市的局长 可以啊可以啊 他代理的啊 他可以调动 可以吧 然后他如果就是 说他不做了 要看有没有另外一个副市长 他没有 他不做了就是行政院派 对对对官派的 那高宏安可不可以叫邱承远滚 他现在停职了之后 应该来不及做不快 没办法 他现在已经停职了嘛 这集合生肖吗 没有没有 要收到内政部的停职 所以说如果他现在还没收到之后 马上把邱承远加滚 就会变行政院派 不是他马上派私俗庭 哦现在马上换副市长 然后就变成市书庭市新竹代理市长 然后把所有的局处长 全部换成高油油 也可以啊 怎么卖果汁了 也可以啊 技术上去做 卖月饼的 铁板烧的 全部变局处长 对不对 他刚刚上队不是 可是有一个教育处长 刚从嘉义过来 怎么可以啊 这个问题没有人研究过 就是说 如果高昂安在接到解职令之前 发布新的人事迷你 之前没有发生过 之前没有发生过 高昂安你可以试看看 让我们了解一下 弄了以后 内政部会不会有意见 这个 这个可能会打行政诉讼 这个有争议 这个有争议 应该有争议 到底这个宣判的效率 是马上让它停职 这可能有点争议 对对对对对 你看破两千了破两千了 对有一个人问说 王玉武没有认罪 怎么也是反刑 有一个人说 黄国昌会喊说 哪个网关罢了 不敢写名字 出来辩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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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昌又不会这样讲 我觉得应该不会 不会 他不会帮高昂安出头 我觉得他要很技巧性的 去避开这个风头 因为他想要拿到高昂安的票 又想要拿到高昂安 流失掉的这个票 他才有办法在新竹选上吧 他如果之后要出来选 对 所以他现在可能 就是黄国昌 来到他办公室 里面想说 我要怎么表面上 好像看起来 有在挺高昂安却 又不会让大家很生气 或是怎么样去转移交点 那你想一下柯文哲会讲什么 柯文哲 柯文哲 我想我们这个是今天 选台湾最早的政论节目 最早了 现在电视台都跟记者连线 记者现在在台北地方法院 刚刚啊 我们的政论节目就是我跟文兰东 文兰东你觉得 我觉得最早撤的就是说专心救灾 专心救灾 谁 就专心说救灾 柯文哲 他就说我们要专心在救灾 他没有地方可以救 他本来还有新竹 他就先烧烧头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后来法律 二审要怎么判 然后我们内部也会有开会去讨论 这个还是有问题的 这个还是要检讨 这个看这个 这个民众党这个纪律 这个还是要检讨一下 但是我有我们的这个SOP 柯文哲是不是这个动作 对这个手势 对 有我们的SOP 不过这个还是要检讨一下 但是按照现在民众党的规定 按照民众党规定 所以高宏安会不会被fire 会不会被除民被开除呢 民众党现在规定说再看看 再开会 开会看看 那开会是谁决定 柯文哲决定 当然是柯文哲决定 所以当然要柯文哲出来 今天高宏安早上他就已经说 他不会出来回应 他会发这个书面的回应 高宏安会发书面 其实他今天早上说 他发书面回应的时候就已经 他大概就心里有数了 不管他应该会很秋的这一个 站出来 所以今天从这个早上宣判到中午 我相信接下来大概所有的政论节目 今天就烧这一题 当然这个救灾的新闻也有 今天赖总统也到高雄美龙去看灾 行政院的院长副院长也会分头进行看灾 再关心一下台湾目前的灾情 那像我了解台中今天早上又狂风暴雨 台南也都还在下大雨 在南部中南部 等到这一两天雨室稍缓之后 就全力投入救灾 不过就是在这个礼拜五周末 这个高宏安跟袁宽衡 高宏安被判了七年四个月 袁宽衡被判了七年十个月 这都是非常指标的这个案件 他们做了什么事 他们A了助理费 A了助理费 把国家本来要给助理的钱 变成挪为私用 法官认定 都一审 一审法官认定 他们全部挪为这一个私用 长冬你觉得国民党的态度 国民党会怎么讲高宏安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最早的政论 我们现在讲 国民党都还没回应 你刚刚讲柯文哲说 可能研究研究 对不对 国民党怎么讲高宏安 国民党一定就是说 这又不是我们党的候选人 我们一直都是请林根仁的 这个案子也是林根仁先揭露出来的 所以表示说 国民党一直是一个 勇于揭露真相的政党 我自己讲到都会有点心虚 对喔 这个案子是林根仁 你不觉得我策略不错吗 林涛你不要抄我的这个论点 这是我刚刚独家想到的 对这个案子 韩国瑜当初是挺林根仁的 所以他们这一派就可以说 我们当初就叫你同林根仁 对喔 韩粉 韩粉现在可以上线 韩粉 你们老大 是如秀燕挺高宏安的 如秀燕挺高宏安 韩国瑜是挺林根仁的 林根仁 所以韩国瑜是对的 韩粉 赶快出来 赶快出来呛一下 呛一下这个高宏安 那林涛呢 朱立伦当时挺谁 朱立伦 他后来我也很忘记他 好像他比较倾向挺高宏安吧 有点放任 我觉得是没有太多表示 那你觉得林涛会怎么讲 林涛会怎么讲 他讲民进党自己就有一堆 施法的这个案件 他反声音就很大 郑文涵 啥啥啥啥啥 然后突然又太大声 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就过去了 所以林涛会拿民进党的 对对对对 然后别的声音他都不讲 你刚才讲什么话 他就继续 郑文涵他现在还在 就是继续在那边 你看郑文燦现在被羁押 你看高宏安 杨文科 袁冠衡 现在每天都没事 有没有看到差别很大 他就会这样讲对不对 他就会讲说那个郑文燦在牢里头 其他三个都还在外面 他们现在努力在翻 民进党有哪些有判过刑的 如果要翻我最多 我已经整理出来上千人 你听过了就名单就上千人 有判十年了 有一个判四百多年了你知道吗 李朝钦 李朝钦 那个栏头县长 翻四百多年了 怕死人 我们线上人数已经两千两百多了 我刚刚想到一个重点 因为高宏安本身他不会辞职 但是这个柯文哲又很想要他赶快下来 是有可能柯文哲会派人去联署罢免他 偷偷去罢免他 哎呦 你看这个联署罢免 如果只有本土派原本比较挺 省慧红的可能速度会比较慢 可是现在对于蓝白来讲 要赶快把这一局覆盖过去 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快把他罢免 叫做就重置了新竹 高宏安如果要辞职 然后辞职然后要补选的话 各位观察一件事情就知道 他想要的人户籍有没有在新竹 投入选举要四个月 是 如果他我跟你讲 如果他现在马上迟 现在马上迟 很快就会办补选 黄国昌就没得选 啊 直接挡掉他 所以要拖一下时间 没有 如果他不想要黄国昌 如果高宏安 就说新竹的企业家 已经有目标人选 而这个人选的户籍在新竹 搞不好他会逼高宏安辞职 然后其他想要来的都来不及 所以他辞不辞职 也要看他背后挺他的这些财专们 怎么想到 挺他的人说叫他辞职 因为那个目标人选已经有资格了 可是这样一下去之后黄国昌就来不了 对啊黄国昌应该还在新北吧 对 所以四个月 是很关键的 这个时候所以不只民众还在开会 连请高宏安的这些背后的赞助者也在开会 都在开会 而且他们应该都有沙盘推演 那今天呢 我们就直播 25002500 不错不错 诶 我们这样 题目好 然后这个临时直播 早上11点多直播 奇怪 你们整个都没上班 你们都是中南部的 你们都是嘉义台南高雄屏東的 有没有北部的朋友 北部的朋友也上来留言一下 上班偷偷看 不用偷偷看 跟老板讲说这种事情还要上班吗 今天中午吃饭老板都请客了 今天今天参加已经K1了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抢了一下政论节目的收视率 因为现在早上还没有政论节目 我跟吴朗东还要去 进入谍字台 所以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 请这一个继续收看我们的国会特征组定传媒 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七点钟我们都会播出 虽然立法院现在修会 国会特征组的节目也会继续 那吴朗东 礼拜三中午的这个直播 打假火箭炮 对对对对 礼拜三中午12点的时候 那这个上一集 吴朗东找新竹市议员来 对对 这个高宏安还监看 马上发新闻稿 新竹市议员讲的数字不对 我想说奇怪 杨凌宇在去哪里上节目 我什么都不知道 原来跑来乌朗东这里 然后高宏安监看 还发新闻稿 不对不对 那几万几万 数字有误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哎呦 好像快到三千了 我们再拖一下三千 让我们小编可以结个 快点啦 快点啦 三千啦 快点啦 三千 然后小编截图 才可以跟他们的老板 要这一个 哎呦 高宏安有新闻稿 来来来 高宏安有新闻稿 有多的奇才可以 高宏安新闻稿 他说 什么 这不 不是啦 这是颜宽冷的新闻稿 人家传作 颜宽冷的新闻稿 我看一下 不是啦 不是他们发的新闻稿 是那个什么 立法院的 不是啦 那个法院的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那个 他们自己发的新闻稿 不是啦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好 这个每个礼拜三 看乌南东直播 打假火箭炮 每个礼拜五晚上的七点钟 看我们国会特征组 拜拜